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两者之间的跨界和交替 游离在不同身份和追求当中 究竟有谁真正的能够陪我走上一程呢 顶秀 一名来自法国的美女 走在中国却是一身素袍果身 一只木簪盘头 她把自己的一切给了中国本土唯一的宗教 道 她也成为了近2000年历史上 中国第一位外国高功道士 而如今她继续在香港的中文大学 宗教系 攻读道教博士学位 物与我中笃定 选择在锦绣心中 我们就一同走进锦绣的内心世界 苗姑舍之山 有神眼巨烟 成人既目飞龙而游不似海之外 她是谁 从哪里来 又将往何处去 特别 我是法国人 穿着龙门白山区老大一弟子 道法 请秀 凯瑞马丁 一位风姿绰约的法国医学女博士 脑神经专家 一次打坐 她迷上了道教 一次道观参法 她结下了道理 我开始哭 我明白我们的摄像是从哪来了 现在中国在道教里面 于是她掉了高薪的工作 投奔山水间的老庄 在陕西清华宫 她素跑可身 莫赃谈头 坊间问道 云游中国 我的小眼 我的所有 我的身体 我的心什么都给了 放下显微镜的锦秀 换了双太极眼 来看世界 从一个医学博士 到一个逍遥的道歌 锦秀成为了中国 两千五百年来 首个外国道士 道觉得非常道 大家无所不在 无处不由 何处青山 不到场 青山依旧在 而如今 已成为香港中文大学 道教博士的锦秀 道场何在 故乡又何在 也离不开山西 山西的黄兔 好像是我在 在我的部队呢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担展嘉宾 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七年副主席 中国道教协会 常务副会长张继宇 以及著名歌唱家 毛阿宁女士出场 道教呢 是中国唯一一个 土生鼓掌的宗教 道教文化应该说 博大今生 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所存部分 也是人类文化的 重要宝藏 颖秀对于道教的热爱 也深深地体现了 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 他把他自己全部 投入到了 对中国道教的理解 和参悟中 并希望把这样一份 修行生活的哲理和智慧 用他的力量 传播到世界中去 寄感染和影响 每一个 现代生活中的人 大多数人 都在克隆生活中 所谓成功的样板 去走自己的道路 也许 从没有问过自己的心 想要的是什么 道家说 贵生 如何正确地对待生命 尊重生命 保护生命 是我们需要的心灵环保 道让锦秀选择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让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传播古老中国的道 这份情感 让他看到了幸福的人生图景 谢谢毛女士的支持 让我们有请非常道姑锦秀 你虽然是法国人 但是你有中国黄土 在你的骨子里 恭喜你 我们请毛女士 张道长为我们颁奖 有好多人 很好奇 我来中国 我来修道 学习什么呢 我想今天晚上让你感受一下 我学的是什么 我想让你感受 那个打坐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现在要把说这样发 有点困难 然后要闭眼睛 要感觉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舒服 越来越放松 要找到在自己的心里 一种和谐的感觉 这种和谐的感觉 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心里面 社群里面 然后呢 慢慢来这个和谐的感觉 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 然后在国家和国家的关系里面 然后是在人和宇宙和大自然的关系里面 我想 相信这种和谐的感觉是可以传递的 所以我来中国就是学习这些 谢谢你们 谢谢锦绣 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 更会到一些道的感觉 恭喜锦绣 好女士 您先留步 您最近发布了一首新歌 日月明 山水清 天人合一 自在行 这个歌词里面 似乎也讲述了 好像锦绣她的一个人生的路程 是不是这样 歌也是 这是我在2011国际道教论坛开幕式上唱的主题歌 尊道贵德 下来就给大家献上这首歌 我们欢迎毛女士 日月明 山水清 愿任何一字在心 愿命里心肯定 少死过于生难迪 我无知道且自然 愿心之道本清晴 愿难尽自然 愿不尽若想 愿难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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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难尽自然